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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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其实我就觉得这个台词作为一个男生来讲很正常 我平常上街也不看女的 你这女的这么嚣张 喜欢你从来没人敢这么对我 你有点本事啊 我觉得情商人烫嘴的台词只有一句 突然到花容面前说 夫人 你知道我最喜欢你哪一点吗 就喜欢你倔强的香皮小链马 让人想幸福 这个我是觉得特别烫嘴 当时我读剧本的时候就一直在笑 我说这怎么读啊 这很多剧都是霸道总裁霸道网页之类的 看不到 然后点进去又弹回去就特别烫 确实看不到 会不会担心因为粉丝更多了 冷落到之前的一部分粉丝 不会 我一直是保持着一个原则 就是我点开评论里 谁在最高楼 我先回一个 谁说的话我看的很有意思的 再回一个 或者说经常在我高层楼站着的高等居民 那肯定回 但底下的也会偶尔会看见一个肯定会回 很多人我怀疑你们是抄袭上一家的发过来 你性格中的慢热和闷骚分别体现在哪方面 慢热就是一开始跟你接触 就是也不会跟你说太多我的私生活 熟悉之后可能会聊的特别多 闷骚的话就属于一开始可能会比较酷酷冷冷的 然后就算喜欢你也对你不怎么搭理 熟悉之后就会发现挺逗逼的 那和这个角色 你的契合度是不是还挺高的 契合度还是挺高的 但是我平时也没有一个导物 也没有那么多手下确实装的没那么高 如何回应网友说你换造型换脸 虽然我不是诋毁小沈阳老师 但是你们不说我像小沈阳就可以了 你自己有觉得像吗 从小有人说我像眼睛像一点点酥脂性 但是其他的谈没人说过我像谁 第一次我知道我原来可以像这么多人 那你自己有没有被洗脑觉得还挺像的 没有 我要被洗脑了就完蛋了 你觉得自己是巨抛脸吗 目前到现在开始是这样的 很少有人能从上一部写联系到我这一部写 我也是希望我有一个好的造型 能被大家常认识 然后给大家稍微定一点心 以后再去尝试不同感 为什么执着一叫粉丝狗头大军 谁说狗头不可爱了 而且你们看微博里面他那狗头表现 我学的学的不太像 但我觉得那表现特别可爱 然后就看我发狗头发狗头发狗头 他就说就好忘了谁说了一句 我就说那挺好的就叫粉丝 有没有种很凶的感觉 我一只狗过来 谁敢读我 用哥哥男朋友老公造一个句子 哥哥的姐姐的老公 是他妹妹的男朋友 你们猜猜这什么关系吧 和理想型大家同一不见期 却发现自己已经七天没有 换衣服名思念你会 品尝也会这样 正常打了哈喽 换衣服名 那他就不是我理想型了 所以你的理想型是怎样 就是两情相悦才能算理想型 对吧 我光喜欢那他再好 他就不配了 1 2 3 6 8 哥哥比较欣赏的女艺人是哪位 孙一珍 演艺圈最崇拜的演员是谁 私下喜欢听谁的歌 那我肯定喜欢素质写 哥我喜欢听没有固定的声音 就是谁的歌都可以 就是只要好听就可以 比较多偶像的话 最近听得起来 谁抖音 爱他我剪 剪我们戏的视频了 然后那些BGM我都听 哥哥能不能拍高清照 坐机拍照上不起 替我告诉他 糊涂我也爱 爱就完事了 就首先我不知道我坐机 啥时候坐机拍照了 笑死挺高的 我这手机 苹果8还可以吧 研究研究改天给你们高清图 浩哥有想过为啥一笑起来像个铁憨憨吗 有吗 我才不像铁憨憨 你看憋着 按笑 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差 对吧 分享一点大家不知道的剧组趣事吧 我也想知道尤其是吻戏趣事 吻戏趣事 就是大家看到那个我扮演赵渊明的那个特使衣服 那个是我们开机第二天拍的吻戏 当时我跟女主都不熟 反正要拍之前 女主就给我两块口香糖 然后我也忘了 下午要拍 然后中午吃饭的时候 我看有什么打算 对 就 就 就吃一点 然后剧组的趣事 我们来的钱大友 钱大友 为什么说他是剧组NG我 就是 有一次我们拍船上的戏 钱大友有一个全景 这个导演不太满意 导演 这只手 拿了麦克风 这只手 前大友啊 前大友啊 跟你说了变弃器 不是这样演的动作大一点 然后 你会看到旁边有个常务人员 举了一个音响机在那 哈哈哈 别搞笑 你知道 我都在看他的表情 陈雄敢任选三个回答 陈氏答错有惩罚 陈氏 陈氏 一夜新娘里哪场戏 有真实的动心 我每一场戏都很动心 这就是他不是你 他不是说明 但我说的是实话 来 那就换最后一 四个字形容最近的吻习对象 最近其实吻的对象 他四个字根本不容表现他的美 跟着人 天真美丽大方可爱 无数的喜忠词在他身上都特别的好 你别叫了 他就是我们的女主 花容大侠 然后他对你现在失去了信 哈哈哈 我们电影啊 就是现在这个勇敢 都死了 用饭圈用语点评时尚大片 这是什么神仙男人 哈哈哈 你看他那神髓的眼神 高挺的鼻梁 优雅的坐姿 天完美的 还算有几分姿势 眼睛能不能好好戴 别绝嘴 嘴太大 还不错了 这个时候吧 我应该还不认识他 但是他高贵的气质 我不想做他手里的玫瑰花 我想做他心里的玫瑰花 硕哥是真的很好 我称呼他为三剑 我可以跟你讲给他们一个笑话 他当时有一句台词是老大 我找到那个幕后黑手了 他名叫三剑 他手上有三只剑 三剑之内必取人性命 然后他当时演的时候是这样讲 老大 我找到那个三剑 他名叫三剑 手上有三只剑 三剑之内必取人性命 我是不是说错什么了老大 我当时他好笑 瘦哥还是特别可爱 这个时候我也不认识他 但是他这个俏皮 活泼的气质 让我深藏不住对他的尊敬 也不说想做他什么 就反正太完美了 又回到了这个完美的男人 回到了这个终点 还给你们了 你们有两个惩罐 就是撕他那样 那就撕吧 给任意好友打电话 对好 这个有个任务 给圈内任意好友打电话 告诉他客服 为了客服自己的恐高 要去新西兰参加一个跳伞培训班 并要请他一起 对方答应 结果挑战成功 对方不答应 我给我们余凯娘打电 喂凯娘 你在直播吗 我不知道 我我跟你说个事 我当时拍那个戏不是恐高吗 就下部戏导演想让我去新西兰参加一个跳伞培训班 然后他一定要让我拉个朋友 你知道吧 然后就怎么着 你自己空吗 要不要一块去 要不去玩玩 他机票我们住宿全免全日五星期酒店 然后专载接送 然后会给我们拍照片 然后就去两天 行吧 你不用跳伞 你不用跳伞 你那个 你让我跳不行吗 你想去什么 我想去啊 想去啊 想去啊 去我明天啊 行不行啊 去不去吧凯娘 那没关系 我给你推到下礼拜一怎么样 下礼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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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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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就这么定 对下个月再来一块去 呃 然后对不起凯娘 我刚才跟你开了个玩笑 然后跟那个大家打个招呼 这个什么逼东大明星 你跟大家说一下 我看了 粉丝们大家好 哈喽 我是 我是 微酸D 行了 看着 就通过你刚才表现 我 我晚上没有给你白刷礼物 你知道吧 就是我赢了 够意思吗 够意思 够意思老铁 其实我也不明白怎么回事 我这时候都当真了 那那你 你需要最近 喝点老白金 啊 哥我想早点收工回家 好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